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迷失音语 它会照亮我前行 告诉我点燃火的是自己 教会我燃烧含水去代替 泪的痕迹 托描了战气 再待人俗心别轻易 说了放弃尽管暂时无光明 我仍然坚定双臂 或把高举爆燃的勇气 或许不息不畏惧风雨 不要忘记寻觅心底的光明 和呼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考大学有什么门路啊 爸有个好朋友 十几年的交情 他医科大学关系硬 就算咱分数不够 他也能帮咱给爸姐姐 你这些朋友都不靠谱 这个靠谱 爸就算再不招调 也不会拿自己女儿的前途开玩笑 这些年爸也没为你做过什么 但现在 爸就想帮你实现愿望 你不就想当医生吗 爸拼了命也要帮你 你就给爸一次机会 别想了 真的 最后一天报职员了 别犹豫 没时间了 喂 莉莉 我是老人的 那个 真是在边上的 我报职员来不及了 龚猫 我记得您会捡头发是吧 太晚了 理发店都关了 来吧 老老师 老师 老师 病号不大 就是比以前 胖了点 咱们认识吗 光顾了讲课了 都没看我一眼 我对你那是印象深刻 当时我就觉得 你小的了不得 将来肯定和我一样 那 那 头里满天下呀 咱们在哪儿见过吗 你忘了 厉年 全市教学大赛 你得一登奖这次 当时我是评委啊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您坐中间 我 时间太久了 那时候你年纪轻轻 就在高三毕业班 成绩还那么突出 请进 来 校长 这简历我 我看过 好 这是我们高三年级主任 李雅玲 李老师 你好 这是南华师范毕业的 高材生 郝老师 对吧 不如有个问题 这您这毕业之后 只有一段工作经历 三年前突然辞职了 为什么